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一卡通票证公司成立满九周年 无论是在电子支付或是储职卡的服务上 都交出了好成绩 更是累积了庞大的数据资源 那么日前的一卡通公司 也跟两家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不仅积极打造数据中台 也要推动ESG绿色运具服务 宣布迈进3.0的阶段 同时也象征着从今天开始 一卡通票证公司在成立满九周年之际 与媒体公司签署精准行销导客数据商业合作模式 积极打造数据中台 此外也与科技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 共同推动ESG绿色运具服务 有了新策略合作伙伴加入 不仅启动了一卡通全新的电子支付产业商业模式 也同时宣布迈进3.0阶段 那我们就期待未来可以透过尾仙科技 来结合他们的母公司 以及我们这个相关的外商公司的平台 就像是我们Microsoft 我们可以透过呢 把这个我们使用者 在做这个大众运输 或者是在做相关减碳的这个过程 多使用这些不同的这个运具 这样子的过程能够累积 那并且呢 结合像ERP或者是人资系统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员工 甚至是每一个市民朋友都有自己的碳存折 都有自己的碳足迹 而未来这些就可以结合 包含我们2050G0碳牌 或者是呢 像我们欧盟的C-Bank 美国CCA 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想各个企业以及一卡通公司 以及呢我们的香港数位平台 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高雄市政府身为一卡通公司的大股东 市长陈其迈也特地出席九周年特展 他表示在疫情期间 与一卡通公司合作 推出高雄好家在服务 启动防疫互助经济 未来会持续与一卡通公司合作 结合各项应用 提供更广泛的数据服务 怎么样能够利用数据 能够不仅说来让整个 我们的使用者 一卡通的客户 能够有更好的 这个不管是他的体验的经验 更重要的 也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那在这一个部分 市政府也会扮演好一个 主动积极公共政策 引导公益引导的一个角色 来跟我们一卡通公司合作 对此一卡通公司 也将扩大社福卡服务 让一卡通不再只有金融支付功能 更重要的是从我们使用者的角度思考 也就是在我们社福卡的这些长辈 他除了我们在这一个 可能在支付上有这个需求之外 那一般的生活的场景服务 或者是他们的照顾者 被照顾者是否有需要 做一些数据整合 或者是一些提醒 甚至我们结合一支付 我们也成功的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医疗院所 可以做相关的这个支付 那我想这些可能都是社福卡 可能可以使用的范畴 一卡通表示目前已经具有超过五百五十万用户数规模 丰富多元的全场域数据资源 为一卡通带来全新的数据商业模式 一方面以数据分析深化会员经营 另一方面可以协助政府或合作伙伴数位转型 数据优化的相关服务 成为金融科技产业创新的领导品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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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